你容易感觉疲惫肌肉无力吗 也许高血糖正在分解你的肌肉哦 气温变凉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疲累全身无力 但是如果这种疲劳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周 可能不只是太累而是身体的血糖变得太高了 血液中的糖分过高的话会让身体的细胞摄取不到营养 就像是路上塞车货物送不到客户手上一样 所以身体会反过来分解肌肉来补充需要的热量 久而久之肌肉就会变少了 2019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就有发现 高血糖会让骨骼肌的肌肉量下降 一方面是因为高血糖造成的胰岛素阻抗 会导致蛋白质无法合成肌肉 另一方面则是高血糖本身就会促进肌肉分解 团队有发现高血糖会减少体内叫做WWP1的蛋白质 而这个蛋白可以帮助分解叫做KLF15的蛋白质 而KLF15又会造成肌肉质量的下降 简单来说高血糖会让肌肉的新陈代谢被破坏 只会分解不会合成 久而久之肌肉就会变少了 而肌肉变少看起来好像不会有什么症状 但是因为缺乏肌肉做事情需要花更大的力气 光是走路喝水这种日常的生活作息 就会像在健身房一样疲惫 渐渐的就会变得不想动 肌肉减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但反过来说更多的糖分其实也可以透过肌肉来帮助代谢 如果强迫自己去运动增加肌肉量 可以改善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让细胞可以吃到糖分就不会再去分解肌肉了 所以现在还等什么赶快运动起来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想要搜寻更多的健康新闻 欢迎搜寻还好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